明明版主燈正式亮相 南投燈會將在1月14號登場 為了迎接兔年 憲腑與日本知名貼圖 卡納赫拉的小動物合作 除了有聯名專區 現場也會擺設七公尺巨型主題 復燈 並規劃四百台無人機展演等活動 希望帶給民眾熱鬧非凡的新春燈會 在白天一樣是可以在我們的貓羅西的這邊 還是可以欣賞到很多的花海 所以早上跟晚上 都是非常適合拍照的地點 燈會期間 縣府也加強推廣線內的觀光資源 包含來自人奈鄉的梅子 和香糯米釀造出來的產品 不僅將原鄉特色介紹給大家 也透過公益回饋 讓活動充滿溫情 只要賣出各一瓶的話 就會捐出一百元 來回饋我們原住民的學童 作為他營養早餐的經費 所以這個部分呢 也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共襄盛舉 另外日前在日月潭地區 推出結合當地特色 以及少族文化的貓頭鷹裝置藝術 也將在十四號移視到南投燈會會場 希望讓民眾認識南投多元族群的文化 也透過熱鬧的燈會活動 在疫情緩解之際 為地方帶來緊急效益 原視新聞 南投市財光報導